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杨磊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刀锋上的舞蹈》 副标题是《我如何挽救了吉列》 作者叫詹姆斯·基尔茨 他被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CEO之一 这本书讲述了他拯救吉列公司的过程 还有他的心得 基尔茨非常擅长扭转局面 帮助企业转危为安 而挽救吉列是其中最出名的例子 2001年,他成为吉列公司的CEO 此前,这家公司已经连续15个季度 都没有达到预期中的盈利 市值缩水了将近400亿美元 可短短几年后 吉列不仅实现了连续13个季度的增长 创造了260亿美元的价值 而且还在基尔茨的推动下和保洁公司合并了 基尔茨这个人总共帮助过十几家公司转危为安 其中有好几家都是跨国消费品巨头 比如卡夫、纳贝斯克 还有今天咱们要说的吉列 为什么他总能在临危寿命的情况下扭转局面 今天这本书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吉尔茨是和他的高管成员 外聘顾问一起写的这本书 他读起来就像是一位CEO坐在你对面 面对面的跟你分享 自己面对复杂的系统性问题的时候 他是怎么想的 他又是怎么解决问题 帮助吉列扭亏为盈的 吉尔茨的心法其实就是四个字 抓住关键 他指的是想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有些事必须做到 而有些事却应该忽略 对他来说 抓住关键不光是一个技巧 它也是一种思维模式 就是要接受复杂问题 然后想办法把它简化 吉尔茨的心法不光对企业家有启发 在我们这个时代 信息常常像潮水一般涌来 一个难题也许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解题思路 那这意味着抓住关键的难度变得更高了 怎样找到并且抓住真正的关键 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挑战 希望吉尔茨的方法对你能有启发 好 今天的解读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 吉尔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以及当时的吉列公司遇到了什么麻烦 接下来的三部分 我们就跟着吉尔茨为吉列制定的路线图 来看一看他在战略 财务 组织效能上有什么样的心得 他为吉列带来了哪些变化 我们先来看看吉尔茨是个什么样的人 《财富杂志》曾经对他做过一系列独家专访 记者说 吉尔茨这个人有两个特点 一是非常注重细节 二是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就是这两个特点让他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书里有两件事能证明他有多注重细节 一个是在演讲方面 吉尔茨非常重视自己的演讲表现 演讲稿总是要修改五六十遍 演讲前几天 他还会仔仔细细地练习二十多遍 另一件事是 他对技术细节非常了解 吉列公司的主人业务是剃须刀 有男用的也有女用的 吉尔茨知道 女性的剃毛面积大概是男性的九倍 他甚至知道 男士在剃须之前 最好先把胡须用温水 浸湿三分钟 而女士使用剃刀的时候 只需要浸湿两分钟 因为女性的毛发 比男性的须发要细50%到60% 他还有个特点是 不打无准备之仗 这一点在他来到吉列之前 就体现出来了 2001年初 吉尔茨正式担任吉列的首席执行官 在正式露面之前 他花了几周时间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那段时间可能是他为吉列工作的时候 最累的一段时间 那他干嘛了呢 他组建了一个阵容豪华的调查团队 里边有投资银行家 有咨询专家 还有广告代理高管 市场调查专家等等 他们收集了所有跟吉列有关的公开信息 评估吉列当时的形势是怎么样的 吉尔茨还跟吉列的销售人员一起出差走访 获得了一线的反馈 在吉尔茨看来 这些准备工作才是关键 他做的这一切 为吉列后来的逆袭奠定了基础 经过这几周的摸底调查 吉尔茨准确地抓住了吉列90%的问题 还有复兴这家公司的关键要素 这些准备也给吉尔茨上任第一天的表现 带来了回报 很多人会觉得刚上任的时候 CEO跟大家认识一下就行了 之后再慢慢熟悉 推行新计划 但是在吉尔茨看来 上任第一天非常关键 他能快速为家组织确定方向 带来改革成功必要的势头 人们常说 新官上任三把火 吉尔茨来吉列第一天干的事 简直是烧了N把火 我们来看看他都干了什么 还没走进办公楼之前 吉尔茨就给员工发了一份演说词 里面谈到了他对吉列的规划 对员工的期望 还谈到了他的管理哲学和管理风格 帮助员工了解他 他在里边说 我的管理哲学就是保持简单 我喜欢严格的分析和全面深入的评价 我痴迷于卓越地执行 痴迷于日常工作 甚过任何东西 到了办公室以后 他一天参加了十几场会谈 最关键的一场 就是他和十几名直接下属的会议 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在会议上 吉尔茨要求下属们面对现实 他也讲到了自己对管理 业务 人员方面的见解 还明确了管理层的关键职责 吉尔茨负责为公司设定方向 分配资源 还有提供支持 而下属们的关键职责 是完成大家已经共同确认过的目标 和优先事项 然后实现他们 总之 吉尔茨第一次出现在吉列的时候 他已经进入工作状态 他知道的事情 远远超过了管理团队对他的预期 说完了吉尔茨 我们再了解一下吉列公司那时候的状况 表面上看 这家消费品巨头的情况还过得去 他依然是行业的龙头老大 也没什么挑战者 不管是在产品研发 还是创造利润方面 都没什么大问题 可实际上 吉列陷入了零增长的困境 他们很久都没有实现盈利目标 公司主要业务的市场份额也在下滑 资本市场就对吉列很失望 这种失望体现在公司的股价上 两年时间 吉列的股价下跌了60%多 市值缩水了几百亿美元 作为一个危机专家 吉尔茨一眼就看出来 吉列是困在了厄运循环里 必须全面变革 厄运循环这个词 是吉尔茨自己创造出来的 厄运循环的起点 往往是从一个不现实的目标开始 它会自上而下地影响整个组织 管理层明知道这个目标无法实现 却还是会照着它去做规划 一看到目标无法达成 就想用一些权益之计 比如说花更多的钱做优惠 送赠品 最终不实际的目标落空 公司产品积压 销售额利润等各项指标都下滑 对于这个结果 高管们表示遗憾 然后他们再次鼓起希望 去制定下一个不切实的目标 开始新一轮的厄运循环 1997年的时候 吉列的高管向媒体吹嘘 吉列以后的增长率将会超过18% 这个数字非常不现实 在销售行业 不管是什么产品 你都没办法长期保持这么高的增长率 为了实现这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吉列的资本支出 螺旋式上升 它的成本比同类企业高多了 为了让年报里的数字好看一点 他们甚至削减了营销预算 结果吉列的净销售额出现了持续下滑 为什么吉列会陷入到这个厄运循环里呢 吉尔茨认为 吉列最主要的问题是 管理层缺乏理智诚实 不愿意面对现实 比如有一次开会 吉尔茨就问高管们 谁认为这家公司的成本太高了 所有人都举手了 他又接着问 那谁的部门有成本问题 这时候就没人举手了 再比如 吉列最核心的业务是刀片和剃须刀 那这块业务的市场份额大幅下滑的时候 你猜高管们说了什么 他们说不要紧 反正我们的市场份额还在70%以上 吉尔茨认为 就是这种严重缺乏理智诚实 才让吉列深受其害 他还说 在商业世界里 你要做到理智诚实 不光是你的行为规范 要道德 要公平 你还要能够认清 而且愿意绝对诚实地 去看待组织的真实情况 其实很多企业陷入这种厄运循环 都是因为没有绝对坦诚地面对现实 也没有清晰的愿景和目标 不肯正视现实 会让人变得懒散懈怠 会限制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进而也会影响整个公司的表现 那吉尔茨是如何带领吉列 摆脱厄运循环的呢 他制定了一个复兴计划 里边有很多要点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只为你介绍其中三个 分别是战略 财务和组织效能 这三者没有先后顺序 同时在起作用 他们正好也是吉尔茨 为吉列制定的路线图里的 三个关键要素 简单来说 战略上的转变 可以为吉列的业务 提供清晰的方向 财务上的转变 能够改善吉列短期的 财务绩效 稳定公司业务 职能上的卓越 可以为变革提供好的基础和文化 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看看 吉尔茨是如何帮助吉列找到方向 怎么通过削减成本 改善吉列的财务状况 从而提高效率 重塑组织文化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 吉尔茨围绕战略层面 做了哪些事 他对战略有什么思考 说起战略规划 有些公司的管理层 做这件事的时候 只是为了应付董事会 写给董事会的是一套东西 自己在实际行动中 随即应变 用的是另一套东西 在战略方面 吉列当时的状况 还不如这些公司 吉列当时在全球 有三千多个管理者 却没有一个 专门规划战略的部门 这家公司当时的战略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没有目的地 走到哪儿算哪儿 在吉尔斯看来 制定战略计划非常重要 它会强迫一个组织 同时关注自己的内部和外部 在内部 你必须去评价 自己公司的优点和缺点 找出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那关注外部的时候 必须一边留意新机会 好机会 另一边也要警惕 威胁或者挑战 战略规划 也不是制定好了就没事了 还得利用起来 变成指导企业 日常经营的手册 既然战略计划这么重要 那就得好好分析研究 好好制定 可是 吉列这么大的公司 要是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做 起码得花好几个月 甚至是一年的时间 吉列那时候状况可等不起 第二次 他需要尽快拿出战略计划 好在 他有一些思维工具 能够帮助他快速决策 不用在细节上打转 其中就有一个工具叫 快捷筛选排除法 它的一个原则是 要尽可能的简化问题 排除无关紧要的因素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看 这个工具该怎么用 吉列旗下有一个电视业务 叫金霸王 是几年前 他们花了大概80亿美元收购过来的 可后来价值缩水了 只值20亿美元 业绩表现还非常糟糕 电视行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这时候的金霸王 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 于是就有人对吉尔茨建议说 把它卖掉 避免更大的损失 这个建议听上去不错 那是不是真的可行呢 吉尔茨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 那就是很简单 你想卖掉它 那有没有人觉得买它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愿意买它呢 稍微一调查 他们就发现 并不存在这样的买家 通过简单的计算 吉尔茨还发现 这个业务留在极力的价值很大 于是 他很快就排除了 卖掉金霸王这个提议 当然 这种方法并不能保证 所有决策都是正确的 吉尔茨后来也做了一些修正 但是他在重大角色方面 都是成功的 比如 他相信金霸王以后会有强劲的增长 过了三年 金霸王的销量果然猛增 利润增长了两倍 在2001年后期 吉尔茨已经通过抓住关键 快捷关键筛选法等方式 做完了极力为期三年的战略计划 他向高管团队介绍 这个计划中 包括强化极力的核心产品领域 还有削减成本 提升生产力等五项战略 每个战略底下 吉尔茨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除了战略计划 吉尔茨认为 企业还应该付出大量的时间 来制定实施管理公司的 另外两个关键要素 那就是年度运营计划 和季度优先事项 吉尔茨对他们的要求 同样很仔细 别人遇到这样的老板 可能会觉得 这个人怎么守这么长 什么都想管 但吉尔茨认为 计划的内容 必须足够详细 足够具体 你这样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 才能节省时间 遇到错误了 还可以尽早纠正 另外 这种细致 也能保持整个公司信息透明 不管是高管 员工 都明白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别人的任务是什么 公司的目标是什么 从而促进协作 在战略的落实层面 除了要求仔细 吉尔茨也要求 整个组织 要持续 实时地分享信息 我们就拿这家公司的 每周报告为例 来看一看 吉尔茨是怎么确保 吉尔茨每一个人 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滑奖 吉尔的一位前高管说 这份每周报告的篇幅 在三到六页 里边要重点汇报 关键的业务 还有市场数据 比如发货量 销售额 利润等等 里边还要说明 当前自己的部门 发生了什么事 出现这些事的原因是什么 打算采取哪些措施等等 总之 所有需要吉尔茨知道的 重要信息 都要写进去 我们可以想见 准备这份周报 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周三左右 各个业务部门 就得开始准备了 他们在周三之前 就得收集好数据 财务团队把材料汇总 周四的时候 部门总裁 要花大量的时间 修改报告草稿 周五提交给吉尔茨的办公室 周末的时候 全体高管都要阅读所有报告 顺便还要准备一下 自己在下周一例会上的 15分钟发言 好不容易熬过了周一例会 在下一份每周报告之前 他们只有一两天的时间 来做别的工作 吉尔茨说 每周报告并不是形式主义 它其实是在要求大家 始终关注自己的业务 要及时地分析和理解 所有的变化和失误 为细节问题做好准备 吉尔茨这个人 制定和弱势战略的方式 就像他的前领导说的一句话 好的战略往往不过是出色的执行 他的做法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 给一家企业带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 往往不是独特的战略认知 或者是领先的技术进步 而是比竞争对手更加出色的执行 好 了解完了战略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吉尔茨在财务方面做了哪些事 他对削减成本有什么见解 削减成本很常见 不过很多企业往往是到了紧急关头才想起来 在吉尔茨看来 削减成本它并不是短期的急救措施 而是企业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不允许有管理者隐瞒事实或者篡改数据 他对预算的审核非常严格 不管一个项目花了五百万或者是五千美元 他都会仔细地审查花出去的每一分钱 吉尔茨刚来几列的时候 不像个首席执行官 而是像个代理CFO 也就是首席财务官 每周他都会去问同事很多跟财务相关的问题 比如库存 账款 现金周转周期等等 他可不是走走行事每周问一遍 而是天天催问 因为只有这样 整个组织才能认识到 他对财务成本问题是认真的 对他来说 削减成本不是一锤子买卖 而是每天都要做的全场紧逼 吉尔茨来到吉列之后 这里高昂的成本让他很吃惊 吉列是所有同类企业中成本最高的 而且这个成本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因为竞争对手都在削减成本 吉列的成本却在上升 过去几年 吉列的销售额没什么增长 但一般的管理费用就增长了15% 更糟糕的是 吉列很多部门领导 没人承认自己成本过高 比如 吉列的信息技术部门 他的高管在自我评估完以后 认为自己部门非常优秀 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IT部门 说自己性能超前 花费还比预算低 但是 经过内部和外部的评价 结果证明 这个部门是吉列最不可靠 最没有战斗力 浪费最严重的职能部门 看到这样的现象 吉尔斯意识到 如果自己只是在公司空谈 成本太高了 大家都要削减成本 这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共鸣 每个人都会甩锅给别人 他要想办法让大家都承认 自己有必要削减成本 每个人都该负起责任 把削减成本变成一种工作方式 要做到这一点 他得先让这些团队承认 自己就是成本问题的一部分 他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让他们自己出去调查 过去 假如吉尔茨对人力资源部门说 你们成本太高了 他们可能会置作网文 但现在 他让人力部门负责任何团队 出去调查 他们调查回来以后发现 自己的成本 竟然比同行高出了30% 而他们的能力 比同行业落后了20年 调查回来以后 整个人力部门 都有了强烈的紧迫感 都憋着一股劲 要实现变革 要成为自己行业中新的标准 其他团队也是一样 当他们做完了外部调查以后 也都意识到了 自己有必要去削减成本 吉尔茨还会像政客那样 在公司内部四处奔走 给大家推销相关的资料 来宣传削减成本的好处 他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 叫一般管理费用零增长 简称是ZOG 他说管理者应该把ZOG 当作自己的信条 不管你从事的是什么业务 必须控制成本 要把成本保持在 不会削弱竞争优势的水平 这需要管理者去评估自己的成本 去弄清楚同行企业在做什么 然后超过他们 在吉尔茨的努力下 渐渐的吉列员工们都意识到 削减成本是每个人的责任 大家都在思考自己能够为这件事做什么 五年后 他们总共节省了大约8亿美元的成本 关注削减成本 是吉尔茨一直以来的习惯 在他工作过的每一家企业 他都是这样做的 他希望大家能够跟他一样 坚定地去消除所有不必要的成本 为什么他对削减成本这么坚持 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的成本比竞争对手高 你还想赢得竞争 这几乎不可能 但是如果你能够消除掉不必要的成本 把削减成本当作一种生活方式 然后再把这些省下来的钱 用来做研发 做营销 用来提升整个企业的效能 这样做的话 打败对手赢得胜利就很容易了 好 最后这部分我们来看一看 在组织效能方面 吉尔茨为激烈带来了哪些变化 吉尔茨用了一个词 叫职能卓越 发展职能卓越 不仅能让企业用最低的成本 获得一流的能力 还能拥有创新优势 推动公司持续增长 换句话说 职能卓越等于持久的竞争力 吉尔茨在书里说 如果你们的成本太高 如果你们不具备实现卓越所需的能力 如果你们的员工不是一流的创新者 那么说别的都没用 你们必败无疑 他还用了一个比喻 一家企业必须要像精准调整过的赛车引擎一样运转 部件齐全 彼此正确连接 而且所有部件的速度和动作也必须绝对同步 如果配合过程中出现偏差 就会导致赛车性能下降 在吉尔茨来到吉列之前 这家公司高管的实际成就和绩效评价之间就出现了偏差 吉尔茨特别喜欢讲他是怎么改变吉列的绩效测量系统的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之前的吉列跟很多公司一样 使用的都是这样一套评价系统 把绩效分成五个等级 从低到高分别是未达预期 有待提高 达到预期 超出预期 非常突出 吉尔茨刚来吉列的时候 就去问人力资源的高管 公司管理团队的绩效评价怎么样 高管说 有65%的人都取得了最高两个等级的绩效评价 听下去不错 可是别忘了 吉列过去一年根本没什么业务成果 他的销售额增长和利润增长都是零 既然没有业务成果 为什么每个人的绩效都很高 吉尔茨听到的答案是 努力 没错 吉列过去的绩效管理系统 他奖励的是努力 但是在吉尔茨看来 没有成果的努力 他就不应该获得奖励 他意味着有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 吉尔茨说 努力只是入场费 不能化为成果的努力 就不是出色的工作绩效 于是 他开始着手改造吉列的企业文化 把奖励机制跟绩效挂钩 怎么改造呢 他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让绩效评级聚焦在目标上 当一个人百分之百完成了目标 这才是达成预期那一级 如果你超出了目标的百分之十 那才是超过预期那一级 他还在这个绩效测量系统中 使用了百分之 就像学生时代 我们达完一张考卷 会得到一到一百分之间的分数 在吉列 领导给下属的评价 对其他管理者的互相评价 都是在一到一百分之间的任何数字 这些数字还要在全体同事中分享 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吉尔斯看来 传统的管理评分系统 他不能抓住参与者的情感 他看起来太生硬 太冷漠了 根本没用 而这种百分之 他能够去激发高管们的自尊心 抓住他们的情感 让他们知道 自己现在正在处在什么位置 谁排在自己前面 进而产生超越和改变的动力 吉尔斯对绩效系统 做的这项改动很有效 到了2004年 吉列高管团队的绩效评级中 有74%的人达到了预期 也就是说 这些人100%的完成了业绩目标 而有19%的人超过了预期 吉列公司的销售额 利润 股票收益都增长了 员工的敬业度和满意度也提高了 发展职能卓越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那就是创新 创新是消费产品的生命线 成功的创新 不仅能够带来收入增长 还能给这家公司带来竞争优势 吉列虽然以前成功推出过很多新产品 员工也对公司的创新能力非常自豪 但大多数人都会认为 创新是专业人士的事 不是自己的事 自己的任务不是创新 而是执行 但是在吉尔茨看来 创新是每个成员的责任 大家不仅要提出创意 还要通过行动 一起来改善这家公司 这样才能通过不断创新 超越竞争对手 为客户 消费者 更快 更好 更完整地提供服务 那么怎么让一个组织的全体成员 都有创新能力呢 吉尔茨引入了一个新概念 叫全面创新 它有三个层次 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想象成一座金字塔 最底端的那层叫持续改善 就是每天都有一个小的改进 比方说 改变一下产品包装的图案 或者是改善一下产品配方 持续改善它会带来一些好处 但是它没办法给一家公司带来竞争优势 那我们再往上看 就看到了金字塔里的渐进创新这一层 就是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比较小的创新 它累积起来 能够获得一个重大的进步 加快公司的增长速度 举个例子 吉列有一个用来止焊的产品 消费者对它的需求特别大 那这就要求 他们得加快生产的进度 一般的做法是 建立一条新的生产线 可是那样大概要花1800万美元 吉列的员工 他们就通过渐进创新 对原来的生产线 进行了一系列改善 比如他们用计算机模拟技术 缩短了生产时间 然后让车间工人参与整个过程 确保执行卓越 然后他们实现了这个目标 这个创新金字塔的顶端 是轰动创新 专注于发明突破性的新产品 轰动创新对于公司的成功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一家企业只靠轰动创新 肯定还不够 把持续改善 渐进创新 还有轰动创新 结合在一块 就是吉尔茨说的全面创新 这样 创新在吉列慢慢变得不再是意外 而是惯例 成了他们的新的企业文化 在吉尔茨的带领下 吉列不仅成功摆脱了厄运循环 还走进了增长循环 他们连续13个季度实现了增长 年销售额达到了110亿美元 他们的市场份额达到了市场新高 股价几乎翻了一番 但是在2005年的时候 吉尔茨选择让吉列和宝洁合并 大家都不理解 吉列好不容易重回巅峰 为什么要跟人合并呢 因为啊 那个时候的销售行业 它进入了巨头的时代 竞争对手都在迅速的合并 要想继续驱动公司持续增长 吉列想靠单打独斗 已经行不通了 那还不如在自己实力最好的时候 选择一个好伙伴 共同增长 面对大家对于合并的疑问的时候 吉尔茨引用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美国前总统 艾森豪威尔说的 我们真正的问题 不是我们今天的实力 而是迫切需要 以今天的行动来确保明天的实力 好 《刀锋上的舞蹈》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吉尔茨帮助吉列转危为安 靠的是四个字 抓住关键 通过提前准备 他准确抓住了吉列90%的问题 也找到了怎么去复兴他的关键要素 吉列这家公司陷入了厄运循环 最主要的原因是 管理层缺乏理智诚实 不愿意面对现实 拯救吉列的时候 吉尔茨列了一张路线图 里边有三个重要的要素 分别是战略 财务和职能 在他看来 战略规划不是图书馆里落灰的书 而是指导企业经营的日程手册 削减成本并不是短期的急救措施 而是企业的一种生活方式 职能卓越 能给一家企业带来持久的竞争力 听完今天的解读 相信你也会对吉尔茨的思维方式 还有他超强的执行力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后我还想跟你说一说 吉尔茨给我的一个小启发 我们原本会认为 读书就应该越读越熟 但是这本刀锋上的舞蹈 我读了好几遍 每次都不会跳读 每次都会看到更多的亮点和细节 我也看了一些他的采访视频和书里一样 吉尔茨总是在强调 他喜欢保持简单 我就开始疑惑 是不是大家对简单的理解不太一样啊 后来我看到了查理芒格的一句话 这才明白 的确不一样 那句话是这样说的 简单是长期努力工作的结果 而不是起点 有时候一听到简单 我们就会想到轻松 但是在吉尔茨这里 简单显然不意味着轻松 他所追求的简单 需要付出长期 复杂的努力来实现 吉尔茨的故事 也让我想到吴伯凡老师 在《得到专栏》里的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对结果的简单 我全力以赴 对过程的简单 我嗤之以鼻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启发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咳咳咳咳咳咳